我的小鸭子最近特别的调皮 直接给他扔进了饭不吃的里 本想让他吃点嘎嘎的小鱼 由于水太凉 于是又给他接了出来 但是这货 又被我们家的安个鲁雕给盯上了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智能就把落水的鸭子 给他送了回去 咱们今天 咱们就来玩玩这个 这家伙都被我遗忘 在这里起码得有个把相亲了 拍了一下 感觉跟个大西瓜似的 包手呢 这大尾巴 这家伙还挺有劲 拽着尾巴直接给他飞了起来 毕竟今天想给他换个新家 所以先给他稍微的清洗一下 抓这种恶鬼的时候 一定得低留他的尾巴 咱们倒一根火腿肠 试试这货的咬合力如何 据说以前有人被这种恶鬼 咬当过一根手指 吓死我了 行啊 你给我懂着 必须得找个趋手的工具 不然真心是太危险了 来吧你救 哎呦啊 还挺厉害呀 这小嘴咬着巴巴紧 居然拽都拽不出来 行啊 三口三口 我的天哪 行啊 这小嘴还挺带劲 火腿肠都被干碎了 把嘴巴里的瓶也给他拔出来 今天必须给这个大恶鬼 做一个从头到尾的检查 打开体重冲 先来试试我有多少斤 哎呀妈呀 我咋又胖了呢 这会儿该咱们的恶鬼了 呀呵 还不老实 来来来 怎么只有七斤呀 拽着他一起冲 224 减掉115 好像是9斤 行 你先趴着 这次咱们来试试这个矿线水瓶 别光看呀 赶紧咬两口试试 哎呀 对了 小龙虾 嘿嘿 前几天抓的小龙虾 可算是派上用场了 瞅瞅人家龙虾 直接被人恶鬼就冲了过去 不过从这个龙虾的角度看 这个恶鬼确实是挺吓人的 为了安全起见 现在咱们直接给恶鬼扔进缸里 我的天哪 这也太过瘾了 上面的这个缸里 还有一只稍微小点的 也得给他捞出来 这货比刚才那只大的还要凶 走你 小龙虾也给他放了进去 然后里面的这些红眼雪尊鱼 也得捞出来 以后上面的这个缸 我打算原来养五百只大眼贼和虾 下面就是恶鬼了 我去 大哥 你可真够可以的 这小龙虾还没打定呢就咋了 行了 今天的恶鬼换钢 那么咱们就到这里 终于给这些家伙 养到二十斤以上